就是溜滑梯周邊硬化斷裂的防水膠條 刺傷四歲女童的腳踝 女童阿嬤帶著市議員張秉君一起回到現場查看 指著硬化斷裂的膠條就是凶器 很多小朋友在玩嘛 溜滑梯嘛 溜滑梯 然後可能小朋友人數比較多的話 他可能就會坐比較邊邊溜下來 結果就插到旁邊的塑膠條 腳就受傷了 對 後來我過來看嘛 那個地方塑膠台都氧化壞掉 我想說趕快跟議員講 要趕快來處理 不要讓其他小朋友受傷 今年10月才落成啟用的中山區協和文化親子健康公園 落成啟用兩個月後就傳出這起意外情況 這名四歲女童在公園內溜滑梯時 遭到硬化斷裂的防水膠條刺傷腳踝 市議員張秉君接獲女童阿嬤反應後 立刻到現場會刊 將要求中山區公所儘快改善問題 避免遊距變凶器 再傷及其他的孩子 特別是如果刺傷眼睛或是其他脆弱部位 後果更不堪設想 親子公園啟動之後 也深受很多大朋友小朋友的喜愛 每逢假日都有很多的小朋友們來到這邊的玩耍 那其實我們也非常看到這個親子公園的成立 但現在接獲我們同大姐的反應就是說 現在我們在玩具遊具的設施旁邊的膠條都有脆化 而且它是呈現尖銳的情況發生 也造成他的可愛的孫女造成有被割裂傷的問題 那其實更嚴重的話如果要是不幸有割到眼睛或是相關地方 其實這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我待會我會趕快立即來找我們區公所來去反應 希望把這所有尖銳的地方來做一併的清除 避免我們的小朋友再次的受傷 然後危害到他們的安全 那同時除了我們這些尖銳的塑膠條以外 我們同時也會一併來去檢討是不是還有其他的疏失 我們不希望讓這些遊具變成傷害小朋友的一些的器具 張秉均也提醒區公所一併檢查所有親子公園遊具是否有類似的問題 儘快改善保障孩童遊玩時的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